對,因為我們那個飛鎧之音已經十年了 嗯,十年,才念了很久了 可是,也沒有辦法真心,是有蘇格萊肯定的 哈哈哈哈 可以幫忙更多的 來,我簡單的說一下 你們有用FB嗎? 有 那待會我們的那個新北市黨部 它直播開始之後,你們可以就去分享那個直播 可以了解嗎? 你就可以share,然後在你們的FB上面 或是你們的... 所以你們現在可以... 待會,待會,待會share一下 那,待會的話會先有前面 右邊這個是直播的畫面 就是正在上面,正在進行的狀況 左邊的,像現在我的位置這個部分 是在準備的畫面 所以,會有一點點時間 右邊這個,我們上去之後會有大概一分鐘的廣告時間 嗯 然後趁這個時間,我們把這個影片share出去 OK,然後... 那可能要我打掉什麼出來 那,我先去你的碗 你可以直接看 所以就直接從那個新北本部那個粉絲專頁的那個貼文分享出去 好,瞭解 你可以先...先廣告 先到那個新北...新北本部的那個... 先整理一下 對對對 如果你們要連那個Wi-Fi的話,我們這裡也有 嘿嘿嘿嘿嘿嘿 有一個狀態我很清楚 然後密碼是十個九 十個九 十個...十個... 有有有那個,欸..直播網址已經出來了 對,對,就可以,就可以了 對,可以了,可以了 Tier 這個Tier,時代力量新北本部 對,你打這個 你就會看到他們最新的 就是他們這個現行直播 我沒關係,可以等你們 所以慢慢來,沒關係 VIP-A展藝書請 助協會 很差 這個都是有故事 OK,好,大家來告訴大家 越來越改,不會也好 越來越改 沒有 OK,好,沒關係 OK,謝謝 寶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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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氏 那我要吃 我要吃骨头 替我帮忙把外面的牌子搬进到铁库 太陽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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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上去 按到底先好了 好 加油 加油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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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實力新北聊天室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蠻特別的 是要來介紹幾位新朋友給大家認識 那 現場來了兩位大美女 一個大帥哥 今天的主題是 新住民媽媽 in Taiwan 那 其實大家 仔細觀察其實在我們生活中其實蠻多新住民的朋友 他們有些是來台灣工作的 有些是來台灣組織家庭的 甚至還有 甚至有下一代 但是 大家只是想想可能會 也會發現說我們其實對這些新住民朋友 沒有太多的認識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所以邀請到兩位新住民的媽媽 來跟大家分享他們來到台灣的故事 以及他們在台灣遇到了一些問題 那希望大家一起來了解 那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一起來幫他們找答案 那首先我們來歡迎 這個通名字好長喔 VIP姐妹展翼抒情附助協會的理事長 鄭尤立 尤立你好 你好你好 大家好 然後下一位是非台之音的創辦人 Jane 嗨 今天還有一個在這邊 挺帥的 挺帥的 身材魁武 這個是網路獨立媒體的李月軒先生 他也叫做Asuka 對對對 Asuka OK 那今天來到這邊呢 其實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我們在台灣的一些新住民朋友 其實他們來台灣的一些故事 那當然在台灣早期其實很多人對於新住民的理解 有很多蠻負面的 甚至說你們的婚姻是買賣 或者對你們說你們就是比較窮的國家來的 你們是不是就是貪圖台灣比較有錢 會有很多就是那個時候的環境背景 然後造成一些很錯誤的觀念 然後造成其實你們現在在生活裡面有一些困擾 但是在談這個之前呢 我們是不是先來聊一下 這兩位都是兩個單位的創辦人 或是李市長 那要不要先來介紹一下自己的單位 其實也是這個李市長對我來說很大的一個壓力 壓力嗎 對呀 因為我在苗栗就是 看來這是只有潔滅熱情的一個災機 嗯 就說他開始的時候 嗯 他一久在台灣嘛 然後鄉家 就有可能 遇到比較窮的 沒辦法回男家 那後來我們是變成一個 欸姐妹一起來了 然後欸 結果我們是 有一個人就覺得是 你在印尼的時候是不是有夢想 對啊 我很會跳舞啊 對啊 我有多數電話告 可是 不好意思 來台灣 全部都放棄了 對 那我覺得是 不行 我們一定有站進來 是 你要跳舞 你要煮菜的 好吃的 你要化妝的 嗯 好我們就整理起來 那不會 我們也是在來台灣的時候啊 嗯 我們是 通過 可能 勞動部啊 全政府啊 我們是 跟著的那個 免費的 那個 課程 對 後來是 我們遇到我們的 那個 以前是在 那個婦女會 有一個姐姐 就是幫助我們 那現在是變成我們 VIP的自信長 好 他通過他的 培養 照顧 我們是慢慢的 整理起來 然後就是 印尼的姐妹 就是 欸你會跳 比如說在這裡 印尼是代表我嗎 我很會跳 那個印尼的 中佐娃 就是比較 專動的這種的 對 那我就可以 share 給每個姐妹 不是只有印尼 可是我們在 VIP協會是有 越南 大陸 菲律賓 印尼 對 他們都一起跳 不管你是哪一個國家 大家都一起學習 印尼 越南 大陸 一個交流的 一個單位 在苗栗嗎 對 還是說台灣其他地方 也有嗎 沒有 我們現在是屬於在苗栗 對 好 那再來是 非台之音 yes 對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 單位呢 或是一個什麼樣的團體 應該 我可以說 feel time 他有做了一個過程 好像一個 baby 要種小慢慢慢慢的長大 因為2007年 我就是結婚跟我的先生 然後我就馬上決定了 我要做一個姐妹婚 因為像老師 老師有的一樣 一樣那個姐妹有理說的 我們真的一定會想家 然後一定會找家人 然後一開始 2007年到2011年 大概就是一個姐妹會 就是一開始朋友 在一起聊天 一直做好多 譬如說一起用活動 Christmas party 然後交流有問題 然後呢 2007年到那一年 2011年 我是一樣 almost 每天都有 message from 朋友 認識跟不認識 他們都會問問題 還有我會問問題 比如說 一樣 怎麼這邊做得很好 像文化的問題這麼解決 還有其他的問題 然後 認識是放報了以後 就是以前是放報 就浪拜 就 有 過了一個過程 是 因為 because of that 我們就有 一個舞台 一個stage 可以表達菲律賓的部分 因為 這邊菲律賓的聲音很少聽到 所以那時候我真的很開心 認識阿斯卡 因為她有給菲律賓姐妹 一樣一個計畫 可以把我們的聲音聽到 然後 然後 2011 2011 到 2015 對不對 就結束了 可是我們費財都 不是只有做這個事情 我們 2011年 就開始做 剛剛我們聊的東西 比如說 酒的衣服阿 酒的玩具阿 然後 其他 學校可以使用 一起放在一個很大很大的巷子 可以放兩個人 真的 我在真理的時候 我可以進去裡面 真的 真的 然後 寄到菲律賓的很不方便的地方 真的是在山上 所以 這個活動都在做 從2011年到現在 那 我就發現了 應該不是只有 我叫菲律賓姐妹會 因為 它不是只有 菲律賓跟 菲律賓在台灣結婚 不是耶 因為這邊的移工 菲律賓移工 也在幫忙 對 然後呢 2015年 就台灣 朋友們也開始幫忙了 所以真的 覺得 欸應該不是這樣 這不是單純姐妹會 對 所以我就把 編章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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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的意思 不是菲律賓 一定是菲律賓 或泰 一定是台灣人 不是 除了你有菲律賓的印象 或者台灣的印象 或者你有菲律賓的心 台灣的心 然後你很需要幫忙 或者你很喜歡幫忙 你都可以連起來 在菲律賓的 Facebook網站 然後你就可以一起幫助 然後菲律賓還有 最大的重點 因為我覺得 應該我們大家都有幫忙的心 所以呢 我就把菲律賓 把它 open給大家 比如說 你有什麼活動 我可以很open的 post type field type 幫忙 分享 對 因為這樣 我們的姊妹就知道 哪裡找到幫忙 或者他們要 對 有些在地的 可能在台北的訊息 在南部的訊息 大家可以交流 是的 沒錯 好 那中間這位很神秘的人 他其實是今天本來是要來 來拋買理解現場 但是我剛才跟他聊了一下之後 就決定邀請他來跟大家分享 因為其實他也是在這個 新附名議題上面 也蠻多關注的 阿斯卡要不要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獨立媒體 疑人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暗文 馬甘南卡比 阿巴卡巴 辛乾恩 辛早 Sawadika 我叫李月軒 剛剛是用那個越南印尼泰國 菲律賓的語言 跟大家打招呼 我叫阿斯卡 我們現在在做的 這個獨立媒體叫做疑人 移動的人物的人 會取這個名字 是因為像我左右兩邊這個美女都是新移民 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外籍族群叫做移工 他們都有一個移字 可是不管他們是叫新移民或移工 其實他們的本質都是人 本質都是跟台灣人一樣 就是有一個人字 所以我們這個網站名字就叫做疑人 那這個是台灣第一個 用那個網路媒體形式 在專門報導 外籍移工跟新移民的媒體 對我們以前是那個 以前是在那個四方報工作 對四方報是台灣第一個 用紙本報紙的形式來報導 新移民跟移工的報紙 但是現在因為我們就從那個地方離開 另外創了現在這個疑人 就是用網路的方法 我想大家會很好奇的就是說 其實一國的婚姻啊 就是 光想像就覺得它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 第一個你要離開你的家鄉 然後再只是 像以從東南亞為主的 來到台灣的 很多都會 有點不太適應 就是那個文化不相同 雖然都是好像就是黃種的人 但是可能很多文化上面也會有落長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台灣其實還是多少會有一些歧視的標籤在這上 我就覺得說東南亞可能就是 經濟不好 然後可能就是 早期甚至是會有仲介 甚至是用買賣形式的促成一些婚姻 所以大家觀念上面會有一種這樣子的標籤化 所以剛說兩位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結婚 然後來台灣的 要不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來台灣的一些小故事 來 先 那我自己是 2000來台灣 對 你自己人 不是 我是在印尼的時候跟我學生自己人事的 因為當以前在印尼有上班 然後就是那個愛的火花之後 哈哈哈哈 愛的火花 對 就是好 願意等到我畢業了 哈哈哈 還是等你很久 也不久了啦 我們這拐出 哈哈哈 然後就是結婚之後 因為當那邊印尼就是 工作結束掉 我們就搬到台灣 對 搬到台灣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也是很難過 因為我在印尼的時候 是算一個很獨立的一個女孩子 嗯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對 那後來來台灣的時候 完全就像一個嬰兒 中林開始 對 語言不懂 文化什麼都 文字也不懂 對 對 真正在家裡真正就這樣子而已 對 對 而且我全身就是工作也是很晚再回家 對 對 就是在這裡有時候是 呃 我在發現 因為我們是屬於印尼 我是印尼原住民的 所以我的 我的地方那邊是 代度是比較有 有尊重的代度 然後很多人講話可能是比較 小聲 那後來我來台灣的時候 很多人講話是很大聲 而且如果你去市場的時候 啊 什麼都覺得嚇到 好像是被罵的感覺 對 那後來就是 我跟我伯伯相住的時候 因為我伯伯的聲音也比較大聲 然後我就會嚇到 是不是他在罵我 很悲哀 然後老公回家 就是一直哭一直哭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 也不是啦 然後媽媽講話本來是很大聲這樣子 然後中後我前面剛好認識一個外勞 對 然後認識一個外勞 然後他照顧了阿公 那阿公以前是退縮的一個老師 後來我就跟那個邊阿公的好朋友 對 那後來他們一天都帶我去市場 就這樣子 然後 從市場那邊 一個比一個的東西 我就學習進來 對 因為我跟我先生是 因為他在印尼 然後很會講印尼話 所以我跟他是講不了 但是一邊印尼一邊英文 對 來台灣真的完全我不懂 該怎麼辦 所以我就 從市場跟那個爺爺 一邊那個一個一個東西 對 慢慢地學習進來 然後就 在那邊也可以學習 然後我就慢慢跟著他們的腳步 然後後來我就是 也是 認識的一個 我們公學的那個 沒有人家 我就找到我的自己的本人 對 有一個霧台 有一個地方可以發出來的 所以在 對 所以為什麼後來 整理機來變成 展藝術級不足協會 就是那是因為 我有自己的能力 我想要把我的能力 是培養在這個學會 我也會努力 當一個 不一定你是在住房 不一定是 那個 對 可是 這個為什麼VIP VIP那是因為我們 很有用具 來台灣 變成一個 那在這個家 我們也是VIP 我們有固小孩 我們有煮菜的 我們有固龍 對 這個很重要 對 所以變成VIP 從這個學會以後 希望姐妹也是在這裡 是舒服 比如說 不知道的什麼東西 可能是遇到比較 可能是相信難度 還是什麼 希望大家是在這裡 怎麼樣 找季節的問題 對 對 這樣 那 in my case 我真的 I think 現在是一個機會 讓我們的 台灣的家庭知道 因為 我是VIP 那是我的第一個家 可是台灣是我的第二個家 是我們的第二個家 是沒錯 那 在我的心裡面 真的我好想跟我們的 現在台灣朋友們知道 其實 結婚的重點 應該不是 是你們怎麼認識的 結婚的重點 不是 啊 家庭很窮 我叫家庭很有錢 對 因為現在在台灣 其實不是說在台灣 全世界 對 離婚的 對 離婚的 很大 對 對 所以 我的心裡面 真的馬上想到 現在我要跟大家說 我們 我們的姐妹 如果你認識一個 新出門朋友 然後你知道 她跟一個台灣人結婚的話 應該你要第一個問她 那台灣有OK嗎 有沒有適應 是 不是你們怎麼來的 你怎麼認識她 對 在我們菲律賓的部分 像檢查一樣 對 因為在菲律賓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 private的東西 不應該給陌生人知道 對 可是我的經驗 因為我不用講話 真的大家不會問我什麼 對 可是我一講話就覺得 你從哪裡來 對 你怎麼來的 你在哪裡工作 啊 你在跟台灣人結婚 就很多問 對 可是我了解 因為文化的關係 一定會很好解 對 可是呢 現在如果 朋友們會看到 現在的影片 我希望大家會記得 不要馬上問這個東西 是的 因為那個真的會 讓我們 新出門朋友 會很不舒服 是 因為如果真的 像我 有當戀愛 然後我的老師之力 也當戀愛 很幸福 大家會覺得 哇 好nice 我是fall in love 那如果你 不小心 會碰到一個賣賣的一個家庭 怎麼辦 對 那個真的會 讓他很受傷 是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東西 不要再問 不要再問 的確 的確 應該要 應該要關心 真正關心 這邊有誰嗎 那其實可以嗎 那你 剛剛也多過 一個很棒的一個 issue about他們的問題 結婚的問題 因為 我們應該一樣 文化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要學習 像 講話的很大聲 對 可是 在菲律賓還好 因為我是在蘇物 我不是蘇物 我不是蘇物 我是蘇物 很重要的 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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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知道 所以那時候 最近 我們的朋友 Asuka 她有寫了一個文章 然後 到那邊的 Ending Final 最後她有說 應該 這邊的 台灣 的 先生們 應該要 了解 我們的文化 因為如果 會 了解到文化 真的會少機會 離婚 是 因為我要 不好意思 我要提一下 這個重點 因為如果 文化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 老公 不了解 老婆 的文化 老婆 不了解 老公 跟這邊的 國家的文化 所以 媽媽 或者婆婆 或者家庭 會不舒服 追著她的老婆 那老婆 也會不舒服 追著她的家庭 那個 老公 在中間 很辛苦 因為她的心 會沒有辦法表達 因為她自己 也不了解 那如果 她有 學到 像 阿蘇格 剔下來 那時候 一定要學 應該新出民的文化 這樣就是 比較會 減少 一個就是 腳架 誤會 還有最大的 現在我們的 家庭的問題 就是 靈魂的 大部分 老公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你的觀察 他們 新住民朋友 來到台灣 最常遇到的問題 有些 大概先 帶個頭 讓我們 細問他們 自己的感受 好啦 那這個 一位菲律賓 一位印尼 我講一下我平常遇到 越南媽媽的經驗好了 因為我其實 很多國的都會遇到 越南的話 他們其實在 越南話裡面 跟韓國話有點像 他們稱呼 年紀比較大的男生 通通叫哥哥 稱呼 年紀比較大的女生 叫姐姐 阿成呼 年紀比較小 都叫弟弟妹妹 那個是不管你有沒有寫緣關係 就是 譬如說我現在就要叫你哥哥 在越南話裡面 對 但是平常在台灣 我通常是可能叫你先生 或大哥之類的 或大叔 對 但是那個文化其實帶到台灣 你就會發現說 呃 假設今天是一個 也不算雙手 也會更那個 譬如說好 假設在一個鄉下的村子裡面 大家都認識 然後一個台灣老公 娶了一個越南太太 結果這個越南太太 整天在叫隔壁的鄰居 哥哥哥哥哥哥 弟弟弟弟弟弟弟 對 那個其實台灣老公聽起來 就會覺得好像不太舒服 怎麼會這麼親密的叫一個 你不太認識的鄰居 可是那個越南媽媽就會覺得 我這個很正常 因為在越南話裡面 本來就是年紀大 就要叫哥哥 對 所以那個其實也是 對他們來講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不適應 呃 那其實像奇妮剛剛講的就是說 他是說 我在聯合報寫了一個專欄 嗯 不過那個專欄其實是說 呃 因為新住民其實來台灣 要拿台灣身份證 他們是要去上一系列的課程 認識台灣 認識中華民國 學中文 他們才可以拿到這個身份證 可是他覺得他一直覺得不公平 嗯 不公平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那些台灣老公 還有那些公公婆婆 他們理論上也是要去上一系列的課程 然後那個課程是要去介紹 菲律賓 印尼 越南 泰國 當地的事情 對 甚至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先生 或是公婆 你上完這一系列的課程 你覺得 啊不要 這個文化我不喜歡 那就不要娶人家 啊 對 真的 就不要害人家 不要說娶過來 不要說娶過來 就每天吵架 公婆又不滿這個媳婦 媳婦也是在家裡很不舒服 到最後又變離婚 離婚又製造社會問題 對 所以我 他那個時候跟我講的一個想法 我就把它寫到那個報紙上面去 大概就是這樣 一個很大的一個 大家的盲點 好像台灣把門打開 讓這個新住民朋友進來 然後一步就是自己是老大的感覺 你要學我的東西 可是維持一個家其實是雙方的時間 它不是單方面的 而且你 並不是就是像你是請一個員工進來的那種概念 他要來認識你 而是你們是要共同生活的 是的 大家剛才講的 其實中間如果沒有一個對等的連結 如果你沒有互相的理解的話 其實在生活相處上 其實兩方都會很痛苦 周圍呢 甚至也會很痛苦 是的 所以這個 這個的確是應該提給我們的那個主管機關 思考一下這件事情 這個 不要這麼大老闆的 或者老大心態 覺得就是外來的 所以一定要學你的 其實那種互相的理解是都要有的 是要對等的 那 那 在 來到這邊之後 像 我想這一個很大的一個情感上的祭託 很多朋友來這邊 其實 就算你可以在附近找到一些朋友 但是 畢竟還是少數 嗯 那像這樣子的話 就是像北台之音啊 像姐妹會這樣就很重要的一個一個單位 大家有一個聚集點可以 可以聯絡感情 嗯 甚至是像姐妹會這樣就是可以互相的學習 學習 對 有一些專長 可以交給就是來這邊的朋友 然後可以一起大家就是一起互相交流 嗯 可是這個東西其實也是要回到一個點 就是說 就成立一個協會 要成立一個單位 它其實要花很多力氣 對 對 然後又 因為剛才你沒有講的 你們來就是自己 也有點自顧不暇 你要大家去適應這個環境 理解這個語言 然後了解這邊的制度 這過程當中 那種很辛苦 要不要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你們在醜飯這些 不管是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嗯 好 謝謝 謝謝 首先我先補一下跟阿蘇格說 對 那時候因為 一開始真的會覺得不公平 那是對的 可是 沒有好好的了解 就是 我也能了解台灣的心 那 所以我說一定要學習 每一家的文化 因為 這邊也還沒有很open 跟別的國家的文化 對 所以如果我們要開始學習 所以文化真的比較不會有問題 是 一樣可以跟 認識菲律賓 印尼或者別的國家 真的會一樣比較open 比較不會覺得 台灣應該要用台灣的 嗯 或者菲律賓一定要菲律賓的 嗯 像我現在把 我自己離開我自己的工作 是 可以自己教我小孩 因為我的心在想 我的小孩是一個混血的小孩 他們需要 不是只有台灣人的文化 他們需要了解菲律賓的文化 是 所以沒有其他人能教 只有我 因為我是媽媽 嗯 所以我也是一直苦力姐妹 真的自己教小孩 其實我們不能說一定要 就苦力而已 那 除了 你看看說 非在菲律賓 其實 或者非在菲律賓 很困難 是 後來的困難 因為 我們都在收 舊的衣服 舊的玩具 現在越來越少人了 因為已經送了好幾年 我們已經ten years 所以 已經有 像我們的衣服送完 所以我老公會說 還需要嗎 我老公會說 我已經沒有衣服 我知道了 你已經放在山寺裡面 送出去 然後 其他姐妹一樣 因為小孩也長大了 所以東西比較沒有那麼多 所以這個是一個困難 然後 因為我知道 這邊台灣真的很幸福 你看我們哪裡都沒得到衣服 你看我們好幾童都在收 回收衣服 那我知道 回收衣服是很棒的 可是呢 我們都不知道 給誰 可是如果 你知道 非在菲律賓的話 在我們的網路上 你就看得到誰 拿到你的衣服 因為有拍照 哇 那是我的baby的衣服 那是我的 yes 都看得到 對 然後 另外的困難就是 我們的 使用的錢 因為 我們 都沒有 錢 工作也 對 yes 因為我們都併奏 家庭主婦 像我 我真的是fulltime mommy so 我們怎麼拿那個 那個大箱子 是兩千四百塊NT$ 那 我們的style呢 我就 如果我們已經有 一個箱子了 我就會播上去了 姐妹 誰會 願意幫忙 一百塊一百塊 到會兩千四百塊 就可以集到那個地方了 嗯 可是我想一想 很多姐妹 也會有錢的困難 對 不是每一年都可以做這個事情 是 所以我就覺得 啊 要不要找到一個sponsor 比如說 NTT 你們可以sponsor一個箱子 然後呢 那個 會有一個deal good deal is 你們的東西 可以播上去 再fill time 因為現在 非在之音 已經有兩千多個人 然後我們還有另外的 那個group 裡面也有一千八百多個人 所以一樣 很多人可以看到你們的東西 所以一樣會有幫助到 嗯 然後 我們不是只有 Mutual的那個幫助 還有你可以看到你的東西 嗯 你覺得 沒有使用了 你的筆 我們這裡哪裡都可以拿到free pen 欸 可是在菲律賓 你如果你在山上的話 真的 很困難 很困難 然後 那個還算我們很幸福欸 因為我們可以做 還可以騎馬 要不要走路 要走 yes 冰藏的人都在走路 and can you imagine 那麼大的箱子 一個爸爸 一個爸爸背著那個箱子 然後到後來真的 就受傷了 yes 所以真的 你知道嗎 他們願意做這個volunteer 都不用錢 為了他們的小孩 yes 為了他們小孩 因為他們知道 這個 這個箱子裡面 是衣服 玩具 還有 玩具 都可以幫助我們那邊的學校 嗯 所以真的希望 如果有sponsor 哈哈 可以message 真的也要呼籲一下 可以message but 那個不一定 因為我就不喜歡拿錢 是 嗯 因為我不喜歡有這個錢的問題 所以 我現在都在想 怎麼做一個活動 是 不會通過錢的 這個東西 然後 還可以幫忙到 我們的朋友們 嗯 OK 那有利這邊嗎 這邊 我 整理學會也是 有很多故事啦 還蠻辛苦的 因為 我看來 台灣真的很多是 不了解 中文不了解 什麼的 可能很多 姐妹說 你講什麼 我聽不懂 哈哈 可是 後來認識大文女學 然後整理得起來 我是算在我們VIP 這個是 第三個的 律師長 哦 第一次的時候 是我們的 前面大師畫腳 那以前來台灣 那是因為讀大學 所以是很強的 嗯 就是那是因為 呃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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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的 不是 就是說 發生不好的 過世 她過世了 對 就是一個很 很 然後 後來呢 我們說換一個 第二個的 旅士長 她也是一個 越南姐妹 嗯 越南姐妹 然後那是因為她 懷孕 然後身體有一點情況 所以就是遇到我這邊 對 其實我在VIP這邊 我是算一個 那個 整理就是 比如說 觀察一下 哦 等一下要跳什麼舞 我們準備什麼衣服 好化妝 我來複製 都是好面的 背後是我中中茫茫的 哈哈哈哈 可是後來那是因為 很多前面就是 可能是沒辦法 標達出來 可能還是沒有擁擠 嗯 對 就是姐姐做好了 又理你先上好了 就這樣子 那我在這邊 就越到過難 就說 我剛開始沒有遊記 我不要了 我在後面就好了 因為我講話 真的沒辦法 很很很標準 然後就是不敢講出來 可是我們的自信長 就一直說 你可以的 對 你沒有學習 你怎麼可能 後來我就拿著 因為這個問題 我就說好 那我就來擋吧 好 在那邊的時候 我遇到這什麼 知道嗎 我們的學會 整理這個學會 也是很難 沒有錢 我們都沒辦法 沒辦法 做整理起來 對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就剛剛 阿蘇卡說的 一個越南媽媽 就是說 不論你們 就學習我們的文化 就是 越南 菲律賓 或印尼的文化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像剛剛講的 為什麼你們到整個 把壓力給我 我是來這邊 也是在學習 對 可是你一直說 我這個人就是 笨笨的 我是什麼的 都不懂 對 你不懂 就是那時候 因為不懂 我們就問你嘛 阿蘇卡說 又被媽 這樣子 這個後來就是 這個學會 我就慢慢整理起來 然後 我們在學會 就是 通過 宣政府 我們是 辦很多課證 比如說 木衣課證 然後 我們是 顧慮每一個學 前面們 上那個 木衣課證 你拿到證照以後 你就可以當 一個老師 對 那 在這個部分 我們上課也是免費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學會 就是 培養我們 新年我們 怎麼樣做一個課證 叫 我們 第一個目標 就是 我們的小孩 因為我們的小孩 是第二來的 新住民 讓他們 可能是 先生 或是伯伯 還不了解 無所謂 但是這個小孩 你一定要教他們 為什麼 讓他們 也是 了解一下 媽媽的家鄉 是怎麼樣 有可能 很多這邊的 看到 新聞 還是什麼 可能是 某某的一個國家 是很落後 還是什麼 那這個 概念是一直跟著 對 有一天 我就是 剛加坡 一位媽媽一直說 你印尼那邊 有那麼漂亮 這樣的衣服嗎 哦 這樣子 然後 有看過嗎 對 有這樣的衣服嗎 我就 當然每一個地方都有 可是我看到 印尼那邊 都是在森林裡面 都是沒有穿衣服 這應該你知道吧 那一個 那個 菠蘿 對 那是很久以前 對 一個一個可能是 那後來我們就慢慢跟他們了解 然後把 整理的學會 然後 一個 教育目的合成 然後 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在 苗栗那邊 我們地方苗栗那邊 一年一直是有一個活動 就 對 對 然後在那邊是 我們是有 接受一個 跟著他們 就是 接受 我們的學會 每年到我們 要轉步一樣的 好 我們是負責只有 印尼的印尼 但是我們是 一起 對 變成這樣子 然後我們是 一邊跳舞 一邊走路 對 後面就是我們的 小孩太龍 對 所以我們的團隊 都是 先生小孩 都有一起出來的 對 那在這裏部分 是也希望 姐妹 你的能力 可以 我們有在 在那個 Youtube可以看 我們的 整理的一個課證 對 所以希望 姐妹們 剛到這個 這個應變以後 你不知道 你要往哪裏走 你就可以打電話 我們的學會 比如說 我也會工作啊 可是我小孩怎麼辦 對不對 對 我沒有辦法 那麼長的時間 那我們在這邊 也是可以跟 移民書合作 就是 比如說 你可以來當翻譯 對 大概多少間 也是一點點收入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 解決問題 對 現在又有新南向政策 所以應該會很需要 這樣的 對 現在很多 對 所以我們在這邊也是 我在這裡也是 還好有我們的一個 理解 它是一個我們的自信長 把很多課證 它整理起來以後 然後就是 解釋給我聽 然後就慢慢了解這個 然後就分享給姐妹 對 每一個學校在哪裡 我們是 幫助姐妹 你一定可以 我不行 我不行 你可以的 我們是 對 對 鼓勵他們 不用每次都在後面 就是自己的難過 對 嗯 其實這個 有團體在 在運作 其實我想在台灣 這一塊地 上面 對於新住民的朋友來講 就是 我相信會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說 在這邊會遇到什麼問題 有一個交流的 或者說 甚至可以成長的空間 甚至可以尋找協助的空間 我覺得那都很好 可是我們就要回過頭來 聊一些比較沉重的議題 像 像我們剛才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 在台灣其實還是普遍的存在一種 對於 新移民 會有一些歧視的問題 甚至剛才兩位有提到 就是小朋友的部分 對 像 台灣也有一個很糟糕的狀況 就是它還是會有一些霸凌 就是小朋友在學校 有沒有遇到這樣的問題 或是說 剛才我們有談到 就是 欸 家裡 因為文化上的差異 或甚至是 丈夫的不理解 或家人的不理解 常常會有一些衝突 那嚴重一點甚至會有家暴 對 那當然也 對 就是一個很難處理 因為在台灣 不要說是 新移民朋友 就是 就是在地的人 遇到家暴問題 就很難處理 那新移民你們在這邊更沒有 人可以幫你們 你沒有 就是 今天我跟你結婚 然後 他也是台灣人 我如果欺負他 他可以跟他家裡的人講 然後 隔天就可以來修理我 但是你在這邊 你就是孤獨一個人 我欺負你 你沒有人可以幫你 是的 那個是很 又 又 又比這個處境 又比台灣更 更複雜一點 所以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其實在 在新移民身上 所有的 家庭會遇到的問題 都會因為這個身份 又更 嚴重 或甚至是 更不好解決 那 要不要跟大家聊一下 你們對於這些事情的看法 OK About this 這個問題 真的是 我 你們應該 應該會嚇到 其實我 24-7 好像7-11 了 我是 open 我的 Facebook 都可以open 因為 真的 應該大家都覺得 欸 菲律賓很少問題呀 因為 我 已經有拿到那個 翻譯的證書 因為 我一開始來這裡 就開始學中文 因為我覺得 語言真的很重要 於是呢 因為 也是跟英尼一樣 菲律賓可以講英文 所以他跟老公 平常都講英文 所以他們覺得 啊 學中文 不重要 可是呢 有很多 其實 最近 也來也都問題 有提出來 在我這邊 第一個問題就是 他跟他老公 真的會離婚 嗯 為什麼會離婚呢 因為 就 沒有辦法溝通 只有這個 那自己的問題就是 他們就不好表達 對 那 他們的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講出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 那是我們 要 respect他們的 privacy 對 可是呢 我們很需要 就是legal assistance 是 legal assistance 為什麼 因為 很多 先生 會嚇 他們的老婆 說 你跟我交交 你要跑跳的話 我會叫檢查 然後檢查會抓你 然後又帶你回家 菲律賓 幫你帶回去 Yes 可是呢 除了你有肌肉症 其實你可以留在台灣 所以我 我怎麼幫助他們呢 我那麼遠 然後 非胎的姐妹的問題 有問題 大部分都在南部那邊 所以我怎麼幫助他們 我就一直鼓勵他們打電話到113 因為意義上是台灣這邊 會幫助媽媽跟小孩被家暴 然後 他們有一些會幫助到 有一些真的沒有辦法打電話 因為他們很怕 很怕 很怕 因為police一定會來他們家 那大家都會 鄰居都會知道 欸 怎麼啦 怎麼事情 怎麼會有這個 他們會傻 可是如果有一個正確的 一個legal assistance 可以給他們 然後在他們 南區的附近的話 然後 他們給打電話 然後說 OK 可以先住這邊 保護他們 Yeah 可以住的話 最少可以 減少那個很怕 減少第一時間的衝突 因為大家應該有聽過 last year 有一個菲律賓的媽媽在吃上 然後我們 No 2014年 Sorry 2014年 我聽到以後 我真的很難過 因為為什麼沒有人介紹 菲律賈給他 因為很多人跟我聊是 不認識我 然後他們都會 share 他們心裡的困難 因為菲律賓人 比較不好意思給朋友知道 因為爸爸他們不懂 然後會講一下話 他們會更難過 所以他們會給我知道 然後我會給他們 一樣一步一步一步的 steps 他們可以做 真的可以解決問題 對 不是讓他們 他們不舒服 因為其實 會回來 Ruth Paz 是 Culture shock Yes So 那我這邊是 如果遇到這樣的姐妹 還好我們這邊的學會 整理起來以後 也很多單位 跟我們一起合作 就像比如說 前面被家暴以後 我們是可能 那些姐妹 比如說 像我印尼 有印尼前面被家暴以後 我就是會護到他們 就是可能 我跟我們的自信長 剛才是前面 有可能是沒辦法 一直講 一直講自己的難過嘛 他可能是 通過另外的朋友 可是一般的 前面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只是說好拉 忍耐一下嘛 對 對 都是大部分這樣子 可是忍耐到什麼時候 對不對 然後 不然就 等一下有跟他們講 等一下這邊 後面是不好的一個 語言 還是那個 風險那種 然後後來呢 有一位姐妹 可能是 跟她講 你可以去照我們的學會 好 然後後來我就 聽到 余琳你可以關心她一下嗎 怎麼了 然後我就是 慢慢跟她認識 然後了解一下 那上次我就有一個姐妹 打電話給我 她是在高雄 那我是在苗裡 我就沒辦法幫助她 那我只能跟她說 你可以打113 或是110 那我跟她講說 你沒關係 我害怕 因為她第一次 她還沒有身份證 那她就是 召架過後被打過後 她就離家出走 對 那離家出走 她不是她以後 就是跟全說 被送到回娘家 送過去 對 可是我跟她講說 你可以 她電話這個 你勇敢的講出來 因為很多姐妹 崩到台灣人 馬上都不要講 就這樣子 她怕 她怕 她到 沒關係了 我行一步就好了 就這樣子 可是後來我就一直不斷跟他們講 然後給她一個 一個一個的 那個 想法 然後 就是 怎麼樣姐姐的問題 你打電話以後 因為你被打 你被家寶 所以台灣人這邊 被家寶的中心 會幫你準備一個地方 讓你安全在裡面 我說這樣子 然後 你 對 然後你就說 你受傷嘛 你受傷可以 他們會帶你去冤傷 然後 去那個 可能是 警察局 保安 所有等等 到時候你注意到 那你們是 到時候 是離婚了 還是怎麼樣 到時候再說 對 對 所以你就是不要怕這個東西 對 但是後來還好 比如說 高雄苗里 我可以跟她講這些東西 所以她現在比較有勇敢住了 對 那也是 不管是在苗里 還是哪裡的一個地方 像Jini剛剛說 有一個姐妹 喔Yuli以後 解釋給你好了 是的 所以我是覺得 直播的也是一個好處 我們大家是可以互相 喔Yuli你很健 所以麻煩你關心一下 我很軟這樣子 對 所以 我也喜歡前面 來台灣 你有這個聲音 你有這個聲音 你講出來吧 嗯 因為你如果沒有犯錯了什麼事情 你什麼都不要害怕 對 因為這個是為了保護自己 對 就是 每次一直不打 跟前面孤立 不管怎麼樣 這個有時候會發生在我們自己的身上 因為 結婚以後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 一定有一個問題 那該怎麼解決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是把心理 給前面講 或是 台灣大姐姐 或是哥哥們 我們講出來以後 她會給你一個想法 所以不要害怕 那這個想法 我們可以 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 想法 我們考慮 喔 我如果這樣子 單靠一下 我們這樣子 喔對了 所以可以的話 這個離婚 可以的話 少了一點 有些諮詢的單位 對對對 就是 那邊的單位 可以了解這邊的家庭 喔 要來是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否則如果沒有那麼嚴重 可以分取一下 讓他們是 冷靜下來 對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很棒的 大家是 可以改變自己 看自己的 到底是 不對在哪裡 然後這個到時候 往見面以後 以後怎麼樣 解決一個問題 對對對 我喜歡是這樣的 那阿斯卡 你在關心這些議題上面 有沒有在 注意到什麼樣的 比如說 我剛才講的被家暴 或者第二代被霸凌 那種現象 好 那我講一下 那個新住民第二代的情況好了 對 因為其實那個新住民在台灣 其實絕大部分都是有孩子 那這些孩子 他們現在其實有一些年紀 大概已經長大了 有的甚至已經讀到大學研究所 出社會在工作 那因為我因為採訪關係 我也常常遇到這些新住民第二代的孩子 然後我跟他們談話之後 發現他們其實也是蠻辛苦的 因為他們比台灣小孩要多煩惱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們要一直問自己到底是哪一國人 因為像一般台灣小孩他們的煩惱就是 平常我在學校考試考不好 但是這些新住民第二代的孩子 他們除了要煩惱考試之外 他們另外一個就是一直會問自己 到底是哪一國人 我爸爸媽媽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然後甚至我可能小時候在另外一個國家住過 但是現在住在台灣 我到底要是哪一國人 對他們其實很多 我聽過最久的是花十年 花十年真的花十年 一直到大概自己到十八歲那一年 才開始比較能夠接受說 我是有兩國協同 但是我現在住在台灣 真的很困難 因為他們還沒辦法直接跟你講 我就是台灣人 沒有辦法 他們認定就是說 我有兩國協同 但是我現在住在台灣 對對對 那其實他們在成長過程中 又有分成所謂的天堂組跟地獄組 天堂組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混血是混得比較像西方人 或是比較像一般的華人的話 那他在學校其實不會有什麼問題 但是 皮膚黑的 但是另外一個地獄組 就是所謂的 如果你剛好 你的父母其中之一 皮膚比較黑 年代也使得你的皮膚會輪廓生 那在學校你都會被當成 被當成是怪胎 我當時遇到一個男生 他現在是30歲 他比較特別 他是混一個國家叫薩摩亞 薩摩亞在紐西蘭的東北方 也是南島民族的一個國家 一個小島 就是在小島 裡面上面的薩摩亞居民 跟台灣原住民一樣 是屬於南島民族 也是屬於皮膚會輪廓生那種 所以他就混薩摩亞 所以他的長相 就是長得非常不像我們認定的台灣小孩 對 他說小時候同學最喜歡叫他 黑人牙膏 就黑人牙膏 對 那我覺得他真的心智很堅強 因為他沒有走偏 其實如果是那種 真的比較脆弱的 小時候可能就心裡崩潰 或是再也不想要上學之類 可是他沒有他很堅強 他很樂觀 他就一路長大到現在30歲 準備要結婚了 所以是一個非常棒的男生 對 那除了他真的只是一個冰山一角 對 我現在遇過的 就是那種天堂組的就跟我講 不會啊 那個我覺得 那個從好到來沒有遇過什麼事情 那當然啊 你們長得西方臉 或是你們長得華人臉 但是地獄組 就包括像剛剛那個男生在內 他們童年真的過得很辛苦 對 對 然後有時候他們就會把這個壓力 轉到自己的媽媽身上 就是怪那個媽媽 為什麼要把我生下來 為什麼你要來自東亞國家 為什麼你不是來自美國歐洲日本韓國 對 I think 我很想 follow up 真的 Thank you Asuka 你有提下來這個 讓我想到 其實我覺得 我們在台灣 我覺得 Let's stop labeling Label 就是把每一個 每一種 都有名字 因為像我們平常的台灣人 自己也會有 label like 你是人住民 我是真正的台灣人 或是 我是華人 對 是外産人 對 是外産人 所以那個真的 不是只有我們新住民會受傷 比如說 你是高雙人 然後我是台北人 這樣也是一種的 labeling 我覺得 Let's stop it Because 那個不會讓我們大家 變成一個 一個family 那到現在 小孩子們 都有這個的受傷 真的 我有聊到很多那種 一樣台灣人 然後他們年輕人 他們真的一樣很不舒服 因為 你也是黑黑的 鼻鼻鼻鼻鼻鼻 所以 Let's stop labeling and next discrimination 是的 這邊的 discrimination 有很多種 像看看說 臉的 discrimination 如果你長得很好看 你沒有問題 那如果不是這邊 變成的 normal standard 你就比較不好找工作 或者 比較 少機會 那 另外的 discrimination 語言 的 discrimination 比如說 我 呀我可能英文可以表達 可是他們聽到 聽到我講中文 然後他們 比如說 比較老人的 style 他們不想理我 他們不想聽到你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比較沒有禮貌的 講話 因為 對 所以他們不想跟你講話了 對 對 可是呢 應該要多 要有耐心 要聽一下 所以 除了臉 還有語言 還有 skin 那 其實我們 東南亞 或者我們 Asian 真的很喜歡 皮膚比較白的 可是如果 我們在西部 那邊 他們也喜歡 我們的皮膚 所以真的 反過來 應該我們 多介紹 其實 顏色 皮膚顏色不重要 最重要 最重要就是 我們 是不是在做好事情 把台灣的國家更好 因為現在 年輕人 夜來夜 比較沒有信心 為什麼 比較沒有能力 為什麼 因為 他們的印象在學校 還有印象在我們的外面 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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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sh 給他們 有信心 所以真的 希望 New Power Party Yeah Because it's about power 能力 可以把這個能力 給小孩子們 給我們的年輕們 鼓勵他們 要 就是這樣了 如果你的老師跟你說 你不好 你笨 或者你的爸爸媽媽 也沒有鼓勵你 你不要聽他們 因為 剛剛 尤里老師說了 我們可以改變自己 我們不能改變別人 是的 他說 我不能做 可是我可以努力的 我可以改變的 不然我們怎麼 學習語言呢 我們在菲律賓 我是一百分的菲律賓 當然是一百分的印尼 那怎麼會講中文 是因為在努力學習 那也是我們的責任 這邊的新出門朋友 那是我們的責任 一定要學習這邊的文化 學習這邊的語言 對 這樣是不要一直靠近你 你先生 因為他已經有壓力了 對 已經有壓力了 然後還有我們的人生 還要交給他 那這樣壓力更大 交叉就更多的問題 是 有不中一點點好了 就是說 剛剛說 我們不會改變別人 就改變自己 那這個是我們最好 當小孩小時候 我們是一點比一點 給他們認識我們的文化 從這樣子 然後我們是 小小的動作 一個功課 小朋友的功課 我們是幫忙看 一年級二年級 是不是比較淺碳嘛 他覺得我媽媽很棒 這個是一個 讓小孩子 小孩子有一個驕傲 我媽媽也很厲害啊 就這樣子 對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 小孩子 以後長大 他有 有自信 有細心 這也是媽媽的背後 對 媽媽的 對 因為媽媽可以是這樣子 比如說 我媽媽當我是個學會 我媽媽有在表演啊 然後我媽媽也會當老師啊 這個是一個很驕傲 對對對 所以小孩子會覺得 你皮膚那麼黑 我媽是印尼人啊 這樣子 我媽媽是菲律賓啊 對呀 然後這個是混血的關係 所以不會怎麼樣 所以媽媽的角度 真的很重要 希望姐妹們也是中國這個 有power 姐妹們也是有power 其實 How we educate our kid is very important 是的 不要讓他有皮膚的印象 或者臉的印象 因為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美 每一個人的振分 所以我們就是 我們做什麼 會影響到我們的家庭 家庭的好處 會影響到我們的community community的很棒的一個世界 會影響到我們的國家 對 我們不要想那麼小 我們在我們的自己 應該要想到 欸 我能做什麼 可以幫忙到以後的 generation 對 對 對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就是一個個人而已 是 其實今天的直播 有一個很主要的用意 是希望讓大家多認識 就是這些新住民的朋友 那 因為說實在的 我們在都市人 尤其都市人的生活 大家都很緊湊 很難有機會去真的坐下來 聽聽別人生命的故事 所以聽聽新住民他們到底遇到什麼問題 他們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我想今天的聊的過程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他們來其實有辛苦的一面 但是他們也很努力的一面 在這邊 真的要住下來 要成為這邊的一份 他們很努力的在學習 然後去了解這邊的文化 那當然我們這邊也要相對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應的 就是 不要事實上 來你就學我 聽我的 然後照我們的規矩走 但是 這種 這種國際的這種交流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事情 我們眼睛會因為這樣子的交流 看得更遠 那我其實剛才還有一題想要問 不過因為時間的問題 有點可惜 因為剛才那個小朋友的教育 我其實蠻關心 第二代的教育 他們像剛才媽媽有講到 就是說我們要去講母語 對 其實在台灣也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像台語的事情 其實主流大家講華語 很多台語 客家語 或是地方語言 就消失了 原住民語也都消失了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不是只有新住民會遇到這件事情 那大家怎麼樣 透過媽媽這樣的角色 去把這樣的東西傳承下去 因為媽媽可能在 當然我們不是鼓勵媽媽一定要照顧小孩 只是說媽媽陪伴的時間 媽媽也比較有耐性 可以去教的情況之下 那就是媽媽其實是我們可以想到第一個 可以發揮功用的角色 當然爸爸或家庭都很重要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媽媽在這個角色扮演上面來講 她有一個很溫柔的力量 對 那她可以發揮的東西 其實像剛才有你講的 我們媽媽如果是很有自信的 可以讓孩子要說 欸你給你功課問媽媽 媽媽在外面表演 可以讓你很驕傲 就只講說媽媽是印尼人 媽媽很懂很多印尼的東西 我看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很驕傲的 那這會影響到小孩子的態度 所以這其實後面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在聊 那其實因為時間關係 我知道你們都從很遠的地方來 對 這個花車夫 去跟我講出來 我們可以繼續保持聯絡 然後在有些東西 其實我們的角色其實是希望能夠 第一個讓大家多了解 然後另外一個是說 我們也希望能夠在實際上在政策上面 我是說 在一些事情的方法上面 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可以真的幫助到這些新術人們 因為有的時候 缺乏這種認識 我們很難想像你們學的是什麼 那是給你們錢就好嗎 或者說你們需要學中文 那你們學中文就好 可是這樣整個聊下來之後 我發現並不是只有這麼淺而已 它其實是一個很多層面的一個面向 被交織在一起 那另外還有一個整個社會上 對於新術人們的看法也需要調整 所以這個問題很大 那但是我相信我們可以在一起來努力 那就是游立健 然後原來斯卡 可以在這個議題上面 都給我們一些幫忙 對幫忙 如果我們其實說實在的 也在整理這些需要被討論的議題 那也希望這是從你們的角度 讓我們多知道一些 讓我們可以再去 需要的面向再用一點力 讓我們可以幫助到大家的問題 那最後是不是可以請三位 就是簡單一句話 送給斯大利昂也好 或者送給我們現在正在看節目的朋友也好 好 首先來呢 簡單一句話 簡單一句話 我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就是我們那個疑人 這個網路獨立媒體的理念 對我就是覺得那個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平等的態度 來看待任何就是來到台灣的外籍族群 不管是那個外籍移工或新移民 其實講到現在他們就是一個人嘛 所以我們還叫做疑人 對那既然是人 就應該用人的平等態度來對待 不管他來自哪個國家 但他都值得是在台灣這邊是獲得一個屬於人的平等尊重這樣子 對這是我們的理念 好 那我在這邊是 就是 我重點是在我們的 不管是哪一個前面 你們來台灣就是變成一個新租民 那我們的新租民就是信來的 那信來的可以的話 你是慢慢的了解 因為你以後生活是在這裡 對 你了解黃金啊 學習文化還是什麼 這個是最重要 對 所以你能改變你自己 你可以改變所有的人生 對 希望姐妹們是不斷的努力 鼓勵自己 然後就是 我 你來台灣是不是說 習慣不習慣 你一定有習慣 因為你的家人是在這裡 台灣是你的家 對 對 對 那我第一個 要跟姐妹現在在看這個影片 是 我的 message for you all especially for Filippine的姐妹 不要害怕 你們 我知道很多在看這個影片 可能在家裡有困難 especially有家包 或者老公 破婆的問題 你們要知道你們有right 因為你們也是一個人 是 那你們要去的 非在之音 現在有VIP 有藝人 然後有 new power party 你們就是在 除了你們可以Facebook 是 你們就可以找到我們 嗯 真的有人會可以幫助你們 可以幫忙你們 那第二個我就 要跟 呃 全部 不管你是你是台灣人 或者菲律賓 誰可以看得到這個影片 我知道可能你們會聽不懂 因為是中文 可是呢 我的 message for you is 我們在台灣也是在努力的做我們自己 那我們需要大家會有耐心 是 然後看我們 一個人 然後我們也是看你們 你們也是一個人 我們 respect yeah Let's respect each other and 不是因為我們 我們先來這裡 我們怎麼都不懂 應該 一個陌生 一個 strange 一個地方 可是後來我們一定會學習 所以那個 不需要你老公教你 也不需要誰 別人教你 一定要自己 要願意 學習 那最後我們要感謝 我要感謝 New Power Party yes 因為 其實我第一次聽到 New Power Party and 真的很感謝你們 讓我們新出名 現在 老師有理由 機會 讓我們的心表達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講出來 真的 像第二代的問題很善 education的問題很善 很多 希望有part 2 哈哈 等一下 雅欣來了 我們希望雅欣來了 再來跟大家聊 下次再多少幾個國家 我現在來的 還姐妹會 yes 然後不一定只有這樣live 就是應該還有其他姐妹 可以一起來 這樣我們可以學習 因為 we learn from you you learn from us in that way we can be a better person better community and better country because 剛剛我們大家說 我們是一家人 yes 然後 我的眼睛也看著台灣 是我的第二個家 希望你們會跟著我們 你們是你們的家 一家人 大家都是一家人 yes 好 那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節目 就必須先到這邊告一段落 但也希望再有機會呢 可以請尤莉 阿斯卡 請見 再來跟我們分享 還有他們的好朋友 一起來分享 有關於新著名的一些議題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先聊到這邊 那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聊這些大家關心的議題 好啦 那就先到這邊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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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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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題目可以嗎 對 因為這樣子 其實大家第一次 就是先認識一下 其實你們 我希望你們 會聊到這邊的 教育 因為 我聽到很多媽媽們 不是只有青春明 還有台灣的媽媽們 現在很擔心小孩子的學習 因為 有聽說 他們的書裡面 有已經在介紹東新年的這個部分 喔 然後 我尊重東新年 是那個不應該要教在學校 因為那個是自己的選擇 那我知道這個 這個是一個很 很當的題目 很尷尬 很尷尬的一個topic 應該這樣講好了 客人 他們是有分年計較的 那 希望讓小朋友不要想說 有一種錯誤的覺得 其實我們都要解決同一個問題 你剛才講的 類伯人的問題 就是 你如果 你不知道 然後你就是聽到一些 錯誤的觀念 對